新增病例 今天两个 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 因为这样就放 就有点松懈掉 那我们到现在累积的 确诊人数有111人 我们从5月13号第一个 我们自己县里面的 本土感染个案以后 今天的这两个案 有一个是学生 从台北回来 那确诊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回娘家吃个饭 妈妈跟孙儿都中奖 然后这个阿姑呢 回来借个洗澡也中奖 那一个是我们统联客运彰化站 在5月18号8点40到9点10分 第二个是5月21号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被抓到的 他到我们的汽车旅馆了 所以在同样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那你有跟相关的一个接触史 请你务必一定要做好自主管理 大家报告 这一波是11万剂 里面第一波是15万剂 分发给各个县市政府 我们获取配发是6500剂 给我们彰化线 那我们会用在医护人员 警察跟消防的第一线人员 先来进行尸打 一个是这个单一感染案例 也是一样 刚才县长有提示 一个北部回来的大学生的家人 感染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昨天所报告的 桃园回来的家族又增加以利 我们请看下一张 那在讲这个案例之前 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养生会馆所造成的群聚 那昨天新竹市有通报一名 有从新竹来到 我们园林的这一个消费者 那他后来确诊了 那这一个消费者